今天這一集是收到一個小老弟的視訊 他就說希望大大可以推薦他一個 他的手頭現在大概只有12001300 他的預算 那他希望說我用那麼多的殼 有沒有一個殼說可以像四角獸可以站立的 然後又可以防摔的 然後手感又不錯的 然後價位又落在12001300 按鈕又好按 然後什麼又防止穩防髒什麼 秀個大襪的 好吧 那我自己就推薦你就是Hoda的這個樓屎 那我會細細的來跟你談 為什麼會推薦這一個 Hoda這個就是說四角獸 我自己發明一個名稱叫四角獸 就是說四個角 有四個角可以站在桌子上 你們要平放 因為你們現在有一個什麼 發明一個名稱就是說 當我的這個鏡頭比較高 其他地方都是平的時候 你們說你這個壓下去會有這種敲敲板 那你現在就是不要有這種敲敲板 你要四角獸的 那四角獸 其實我蠻推薦另外一個品牌 它是Element Case 那個特別行動的 可是那個特別行動的 它很貴喔 那個特別行動可能要16001700 所以可能不在你的預算 但是那一個是會更好啦 但是如果你說你的預算到那邊 我認為Hoda這個燒個大碗 就是它非常的好 我自己就細細來跟你談說 你就買這個就好了 為什麼 第一個它四個角很凸 可以讓你站在桌上站得很穩以外 第二個就是說 它的這個背板它是這種防指紋的 所以它是 它這種是很耐髒的 防指紋的這種霧面的這種背板 而且它做的是非常好 它做的是非常光滑 有一些那種防指紋的這種霧面的這種背板 你在摸它會有刷刷喔 它沒有它是完全的很光滑 很光滑中又可以防指紋 所以它這個背板是非常好 另外它的這個鏡頭框是非常的高啊 所以你要貼什麼任何鏡頭貼 這個絕對是沒有任何問題 而且很高 然後它的按鍵又是金屬的獨立的按鍵 這個按鍵一定是非常好按 而且它又有做這種烤漆的這種金屬質感烤漆 很不錯 裡面這一圈呢 它這個又是這種軟的 即使撞到的話 它這個軟的是有緩衝 另外它裡面又有做蜂巢的設計 所以它這一個 HOTA這一個殼真的是很不錯喔 那蜂巢的你這種衝撞或什麼 就類似有點像西牛頓那種蜂巢的這種 防衝撞的 所以這個防摔是一定 比一般的都還要好 那另外就是說它的這一個 我覺得它HOTA這個肉屎的話 我會很喜歡的原因是 它的這個旁邊這個邊啊 它這個很像橡膠 它這個橡膠 我覺得它這個橡膠做得很好 它雖然很 就是有一個硬度 可是它的這個橡膠 它有點像那個 Uterbox的那一種橡膠 不過它的那個橡膠又稍微 所以它的橡膠比Uterbox稍微再硬一點 那硬一點的話 它的這個服貼度很好以外 即使你在摸它這個橡膠的手感是很舒服的 它不會那種很黏 然後又有一點 但是卻又有一個可以止滑的感覺 所以它這個橡膠我覺得非常喜歡 那當然啦 最好的橡膠的那一個感覺是Uterbox 可是HOTA這個已經做得是非常不錯了 開孔都做得算蠻好的 那你說這有一些機器的割線 那我會覺得說這個還在我可以接受的範圍 因為HOTA它這個殼是很便宜的 這個殼好像是 是不是六百多塊而已啊 六七百塊 你們再自己去看喔 那沒有MagSafe的版本好像更便宜喔 那我會建議說你也可以買沒有MagSafe的版本 然後像我這個是有貼一個這個Q哥的這個磁吸的 那如果我會認為說如果它沒有MagSafe的版本 你去貼Unew的喔 Unew的那個磁吸的是我覺得最好的嘛 那大概四百八 加上這個殼喔 大概也才一千多塊喔 假設這個殼才六百多塊 那如果你沒有MagSafe的殼會不會更便宜 你再自己去查喔 可能加起來也沒有一千塊喔 那你這樣貼上去再裝這個殼 我是覺得就完美了 所以我會蠻推薦HOTA這個 而且它這個還是也有吊飾孔 又可以占的不錯 那我們現在就裝給你看喔 就稍微我們裝一下 把它裝進去喔 那再給你看一下說它有多不錯喔 第一個它裝下去以後啊 就是它的這個邊啊 它的邊是非常的硬喔 是非常的服貼喔 所以你現在看這個框啊 是非常的漂亮喔 打亮一點 還有你現在拿到這個HOTA這個殼啊 你會覺得很安心啊 很安心隨便你去摔去撞 而且它旁邊這個橡膠我覺得做得很好 很防髒防污以外 背板也不用怕指紋 你的手很髒的人喔 它永遠這個背板 我跟你講都是很乾淨的喔 那你再去貼一個 我覺得可以貼 你看你要貼什麼牌的這個磁吸再貼下去 也不會多少錢喔 這個樓屎 然後下面有印一個這個HOTA 都還不錯啊 這個鋁合金的這個框 也看起來很漂亮啊 正面放也沒問題啊 它正面也是有一個高度啊 我這個已經有貼保護貼了 正面也是有一個高度 重點是它的這個整個邊 這個收邊跟什麼 其實看起來是很漂亮啊 所以你今天在操作這個 手機啊或什麼 其實是非常的不錯 那我們一般而言是 如果你說會挑它的毛病 說它這個比較尖啊 所以你可能會碰到這邊 那你可能在握的話 我會建議你就握 握上面一點 或者是你握兩側一點 或你握下來一點 總之就是你不要 不要去讓它刺到你的手就好了 那我會說為什麼說 買普通的版本 貼一個這個就好了 因為你買普通版本比較便宜 貼一個這個 加起來可能也才一千塊而已 那你去摸啦 或去怎麼樣的話 它這邊它會比較高啊 貼這個東西 貼這個磁吸的磁吸環 它會變比較高 所以你在摸的話 中間的落差會變得比較不會那麼多 你在摸就會有一個東西可以摸 所以你這一個殼在摸的時候 又會更好 所以我會覺得說 如果你今天的預算量子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買HOTA這個 而且我很喜歡是說 它這個框這樣子很服貼以外 它這樣厚厚的啦 所以你看起來這個 框的這個周邊啊 會讓你的手機會變得 看起來很漂亮 就是很漂亮 然後你在放的時候 你隨時使用的話 你就隨便亂丟啊亂放 它是有站立的 就是它有這個四角獸 它可以站著的這個功能 你也不用擔心啊 那你要正放啊 平放都是可以 然後又有磁吸的 這個磁吸去買來貼 然後又防張防污 這個按鈕 按鈕是非常好按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按 所以 這個應該就可以符合到你的需求啊 如果你 你是希望說有這個功能性的 那像我自己是 比較喜歡背面是平的啦 所以就是 我多數的可是平的 可是 我知道有一部分的人 你們是需要這個站立的 我覺得很不錯是HOTA這個 跟Element CASE 那Element CASE 那一個價格會比較高 那個我之後 再來談 那一個你沒有 你沒有辦法買那一個 所以我是認為你買HOTA這個就可以了 那HOTA這個 我是覺得真的也還不錯 那HOTA它好像自己 是不是也有出磁吸啊 或什麼 但是我猜它那個價格的磁吸 或什麼 可能 磁力不知道有沒有很強 但是我推薦那個U-NEW的是非常強 你可以去參考一下 那所以今天這一集就是解答 你問你說 你如果說一個繡個動畫 又有功能性 又什麼 我用到現在我覺得不錯的 我是推薦HOTA這個 HOTA這個 這個四角獸這個型號 這個叫什麼 ROSE 就推薦ROSE給你 你可以去參考看看 那它還有很多種顏色 那我的最後的推薦就是說 我會建議說 你可以買它直接有Megasave的版本啊 那我會建議說 假設說你需要更強的Megasave 或者是 你想要讓這個中間這個手感又更好 你可以自己買一個 不是Megasave的版本 再貼一個Megasave 它摸起來就不一樣了 你就不會中間就空一個很大的空隙 一直摸到這個尖的 你現在在摸你就可以摸到上面還有其他的東西 這個是我使用的經驗啦 所以就是 跟你分享喔 就希望會對你會有幫助 這個就是我推薦一個就是說 繡個動畫 隨便可以用 然後編啊 各個設計啊 有防摔 防污 防髒 然後又可以站立的 有功能性的一個這個 這個Megasave的保護殼 它不是啊 你可以去貼Megasave 對對對 我要講一個問題說 它這個殼只有唯一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 你可能就是要去測試說 看你有沒有一些那個 Megasave的產品 或無線充電的產品 它可能是不是會太高啊 因為有的車子 它好車 進口車或什麼車 它有那無線充電板 它也有可能會吸不到 不過如果你是通常是用現在插啦 或者是 你是用Megasave的吧 通常都是可以啊 那像我這個有外接貼這個Megasave的這個裝置 其實我在貼的話 它這個可能就會不服貼 這是它的唯一的一個缺點 對就是看你有沒有在使用這個Megasave的產品 但是因為我這個產品是比較大 如果你們一般的Megasave的 你們的充電器應該是很小的話 都是可以吸在裡面的 都是絕對沒有任何問題 只是說有一些高級車它可能 充電板比較高啦 那或者就是說它可能再貼的話 這個就是 如果你是要用這個Morphy的這個客人 它唯一的缺點就是說 它可能會比較 沒有那麼的服貼 或它有一個空隙 它沒有一個服貼空隙 可是它其實吸起來都還算蠻牢固的 所以今天這一集就是 推薦這個Hoda的這個保護客給你 那你可以去參考看看 好吧 那這一集就到這囉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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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